全球景氣還是美國在領先 在2019年會呈現比較軟著陸的狀況 相對的在新市場已經從谷底 稍微有翻揚的一個機會 所以全球的景氣應該會處於比較溫和的階段 但是市場還是會擔心市場是不是景氣 有快速墜落的一個危險 會造成市場上波動加大的狀況 所以在2019年一方面我們認為 股債市場都還是值得投資 只不過過程當中會有消息面的影響 造成市場比較大的震動 所以投資理財要注意DNA 也就是同時考慮要有防禦性的資產 包括一些債券型 那麼另外同時市場有時候過度悲觀 而出現重挫的時候 其實我們發現市場的反彈也蠻快速的 所以對於一些市場跟企業或者是產業 表現獲利展望今年還不錯的 但是市場壞消息出來的時候 股價有大幅震盪的 其實積極的投資朋友也可以做波段操作 這個部分就是在Nice Value 比較有價值機會的一些國家跟產業可以做留意 最後要主動管理 在今年市場的一個變化比較大 所以包括一些平衡型可以主動調整股債配置 或者是甚至有多空策略 這一類型的基金都可以做留意 其實很需要注重的 我們把它組成一個英文字母叫做PIX 即便是金珠年 在P的部分就要特別留意產品資訊 是不是非常的豐富完整 另外就是在產品的選擇上面 是不是非常的多 那麼在資訊的部分就是Information 基金的新聞資訊或者是基金的基本資料 跟相關如果經理人異動等等的訊息 必須要非常的充分 那麼另外在我們使用的時候 投資人使用的時候 也是需要留意的是 希望操作是便利性的 其實載具不論是從手機 或者是在桌機 或者是在行動 在開戶 或者是在平常資訊 能不能夠是最便利的 這個也是我們認為 ROBO的時代來臨 投資人可以考慮有更多 比較方便的便利性高的 這樣子的一些載具跟平台 在目前的金融市場 如果能有溫度的客服人員 那這也是你在選擇 基金投資平台的時候 可以特別留意的 我們會建議要堅守三個策略 第一個一馬當先 你只要能夠累積到能夠存錢 最主要就是要馬上行動 開始做第一筆定期定額 而且要不間斷 二是兩全其美 目前的確只選一檔基金 可能無法兼顧全球市場的變動 所以兩全其美 就是可以同時投資兩檔 那現在其實很多門檻都降低了 兩千元也可以投資兩檔 甚至有門檻更低的 投資人在用小的金額 其實就可以同時有兩檔 我們就會建議一檔是新一市場 一檔可能是全球股市 所以你只要兩千塊 其實你已經掌握了全球股市的機會 三是三思而行 我們提到今年是全球經濟軟著陸 而且有貿易戰等等的可能一些新聞 消息面是會讓市場波動比較大 所以在投資的時候 切記是不能在市場最恐慌的時候 就停扣或者是贖回 所以必須三思而行 可以用我們剛剛提到 有一些網路平台的資訊 或者是客服人員的溝通跟詢問 來進一步了解投資組合 是不是應該做調整 否則我們建議所謂的長期投資 至少要三到五年以上 這個是一個景氣循環的周期 所以至少要維持到比較長期的投資 獲利的成果 我們可以看到在以往試算下來 其實三年五年以上的 一個全球指數的定期定額 或者是單比的報酬率 正報酬的機率其實是越來越高的 從基金的波動風險 就是一個很好的指標 在各類的基金波動風險來看的話 波動風險比較低的就是債券型 或者是以全球政府債 或者美國政府債 美國的投資集債為組合的 我們可以稱為是精選收益債 所以投資人在投資組合當中 今年的確一定是要納入債券型的基金 來降低波動風險 另外目前國內也有引進五到六檔左右的 在多空策略都可以做的 這種特殊型的基金 它就是同時也可以做多也可以做空 所以讓市場即使是下跌的時候 對於投資組合或許都還有一些獲利的機會 用這種方式呢 這種投資策略就會跟股債 跟商品市場的相關性都比較低 可能是在0.3以下 所以就這樣子的一個跟各個資產 主要的資產的波動性 相關性都低的特色之下 就是今年也是我們發現 比較恐慌的時候 可能股債會市表現都不好的時候 那麼所謂的另類資產 就是這一類的多空策略型的基金呢 就相對可以做比較防禦的部位 定期定額的部分 現在也有一些叫做母子基金 也就是你定期定額股票 那麼如果你設定可能15% 或者是一個你的目標20%的目標 它如果到達這樣子的獲利程度 自動就會幫你轉到一個比較文件的債券型 幫你落袋為安 所以這種同時定期定額股票型 那麼達到獲利目標之後 又可以幫你轉到債券型 鎖住獲利這樣子的策略 在今年也是一種小額投資人呢 可以特別留意的 那麼另外在今年 遇到震盪大的一個環境 投資人還是要堅守三步的策略 第一個就是不中斷 我們提到市場在下跌壞消息的時候 最不應該有說我等跌完了 反正還在跌我再看看 我等跌完了再扣 事實上我們回顧歷史來看 月跌每一次都要扣款到 這樣子你才會買到最低點 那最大的報酬率 通常是最低點的那一筆資金 再回頭過來看 通常是以美股來說 美國股市如果你是在金融風暴發生的 2008年甚至古底的2009年3月買到的 那筆3000元 事實上過去10年的一個報酬率是幾倍 所以很重要的是 月下跌的每個月一定要扣款 所以第一個就是不中斷 第二個不追高殺低 如果你以往是積極的投資人 你也可以發現這些市場好像拉回了就可以買 然後波段操作 那其實我們還是建議在波動大的一些 包括一些產業型或者是波動大的一些基金類型 那一定是要停損停利 在今年來看的話 包括其實天然資源 能源 黃金 科技其實都展現了有波段操作的機會 只不過它如果是波動比較大的這個產業的話 投資人就是要可能是以一成到兩成以內的資金 來做波段操作 也要確實堅守這停損停利 第三個就是不單壓 也就是以往市場趨勢很明確的時候 你可能值單一的一筆資金 單壓一個基金或一兩檔基金之後進出 那但是在今年我們提到資金一定要三分天下 才能運用市場的波動 也就是同時應該要有債券 那麼也有股票 那另外甚至還可以再搭配一到兩成的 所謂的另類資產 所以在單壓的策略在今年 也是可能投資人要比較避免的 最好在資產配置上面 應該同時兼顧股債 或者是平衡型基金以及另類資產 我是富蘭克林投顧羅悠美 選基金找工商 專業投資第一選擇